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日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的节目 这个时间呢,今天这个日期也是一堆二 2020年6月2号星期二 但是呢,现在在美国还是这个6月1号还是儿童节 在儿童节这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直播 就是特朗普呢,宣布马上会在这个白宫的这个 这个Rose Garden玫瑰园进行重要的讲话 这个讲话呢,就是美国黑人这个George Floyd 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杀死后 一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姗姗来迟的一个 对全国电视观众的一个讲话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记者呢,还是等在这里 开始说的,白宫宣布的是美东时间6点15开始 但是现在呢,已经是6点40多了 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也是 再一次的这个重要讲话身上的X值 跟上一次特朗普宣布说会对中国进行一个谈话 一样,也是晚了45分钟 结果到最后呢,也是草草了事 只是放了放这个空泡 拿这个实际卫生组织是软柿子的使劲捏了捏 让这个记者大失所望 我现在呢,在这个特朗普给大家讲话之前 给大家再update一下,现在这个 美国示威最新的一个局势 特别是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一个局势 尤其是这些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同的 这个维持治安的这个部分的人 比如说军队啊,还有一些其他组织的人 一起是大批的来到了华盛顿DC首都 我们看,一个小时之前呢 CN刚刚报道,是现役的美国军队呢 已经到了这个华盛顿DC 我们可以看到有200到250个人 已经是来到了DC来维持治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军车 军车里面很多呢,是这个石箱核弹 穿着这个军服的军人 再接下来呢,一个小时之前 还报道什么呢,就是记者们已经看到 这个军车已经在首都的这个 宾西法尼亚大道上开始移动 而且是基本上是走到了这个白宫附近 这个很显然的是这个人手不够 然后来这个保护白宫的 因为我们再过20多分钟 美国东部时间7点开始 这个DC的这个市长就宣布会进行宵禁了 所以显然呢,现在这个人手 确确实实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新闻是什么呢 尽管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么多 这个城市已经开始宵禁 但是仍然呢,没有什么缓和的这个局势 除了这个军队 已经是比较少见的 到了美国国内进行这个维持治安 半个小时之前的CNN也报出来 还有哪些呢,是这个CBP的人 就是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这个就是边境管理局人员 也已经到了这个DC来开始维持治安 这个都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边境 管边境治安的人 比如说你从这个坐飞机 到这个美国机场降落之后啊 还有这个陆地边境 包括墨西哥呀,加拿大这边境 这些人呢,是边境管边境的人的 但是他们也来了,美国司法部长也在白宫前面看着示威人群 不过我们现在呢,可以看这个 特朗普已经开始讲话了,我们一起听一下 特朗普说说我这个政府呢 会把这个弗洛伊德给带来一个正义声张 同时呢,他现在开始谴责这个很多的这个暴徒骚乱 来开始这个打砸墙 然后川普号称说我会来保护你 好的,他该说到了安提法就是极左的这个组织 说了一堆这个名字 一堆组织说这些人就是坏人 非常温暖的